长行珠宝 百达菲力时间 晚上七点整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您准时在晚间七点钟收听戏谷华人电台的各项节目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5年的4月29号 今天是礼拜三 同时呢 今天在联储局 他已经结束了两天的FOMC的meeting 今天是距离六月份的meeting的只有六个星期了 所以众所瞩目的的都希望 在今天的会议结束之后 看看联储局有没有正式的关于要什么时候加利息呢 有没有一些说法 可不可以听出来一些端倪 但是联储局果然是高明 他讲了一大堆 最后说他表示对六月加息是保持开放的态度 你看开放的态度 就是也没关门 但是呢也不一定会加 好 我们今天在上半场的call in的单元 请到的嘉宾是蔡明知 Bennie Choi Bennie 你好 好 走了 你好 是的 Bennie 我们自从在上个礼拜六 在您举办的第一堂课中间呢 在那一天就有讲了一些国际股市中间的现象 比如说德国 那么我们今天也会把德国在盘之后下跌了3.2%这个事情拿出来讨论一下到底这个现象对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同时在这个礼拜六五月二号是Bennie老师将要开第二班课的日子 当然这个已经是座无虚席了 那也非常感谢投资朋友们呢对于学习非常的认真 并且我4月25号来看到大概有60%的学员都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也让我非常的开心 当然还有一些老面孔 那我也觉得这些朋友们股票一定是做得越来越好 因为不停的学习这个温故而知心 好 首先看一下今天礼拜三美国股市收盘的成绩 尽管第一季度的经济的表现是没有增长 因为GDP又调降了只剩下上涨0.2% 并且三月份的南方配偶的数字降低了很多 但是美国联储局这认为这个只是一个战时的现象 并且表示在六月加息持开放的态度 至收盘为止呢 道琼斯下跌了74.61 收市是在18,035.51 纳什达克下跌了31.78 收盘在5023.64 标普500下跌7.91 作收2106.85 Russell 2000下跌了12.4 收盘是在1246.96 但是今天的十年公债回收率是上涨 并且上涨的很多达到了2.06 那这个一天的上涨呢 是不是在refinance上面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留到明天的 看Kendra怎么样告诉我们 GDP还有这个放缓呢 还有德国下跌 这个是我们待会要讨论的一些重点 我们首先请Benny来告诉我们 从这个浪法来推断的话 现在又适逢4月底5月快到了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啊 蔡老师 浪法的话呢 当然是我一直都是这样说 就是说这个浪呢 是从10月16号去年 2014年的时候开始 那么五个浪呢 就是最近呢 是这个第五个浪呢 也是差不多快结束 那么到今天的情况这样看 其实呢 NASDAQ就已经是比较差了 那么到中时呢 就昨天呢 到中时还涨70多点 那么Closing的话 创新高 可是NASDAQ就比较差 因为NASDAQ前一天就已经大跌 那么今天又大跌 NASDAQ已经连续三天下跌 对对 那么这跌峰也蛮厉害的 那么主要的呢 就是有些出来的反应不好 就是那个Apple这样子的 Earning出来这么好 比预测的好很多 然后又是 就是说buyback 又是dividend增加 这样子一大堆的好消息 可是呢 是股票不单止没有涨 那收盘开盆的时候涨 收盘已经跌下来 然后今天呢 又跌盘后呢 有点坏消息 说他们那个Apple Watch 有点有点问题 那么所以呢 就是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 盘后又跌了一块多 所以就是好消息 就是也不涨 那么那么有些 就说有些呢 就跌的跌的很惨 有些出来 好消息也跌的很惨 就今天收盘了以后呢 Win Win呢就是就是那个赌场 赌场 对对 那个那个呢 就是大家知道最近是 哇 跳空下跌的这么厉害 下跌了16.64个percent 对对对 这个呢就是这些 其实呢 呃这些股票 当然是大家知道 就是因为是 Macau那边是 现在是因为中国是反弹了 所以他们现在那个 去赌的人就是减少很多 那么所以就是 突然之间就 就是那个收缩很厉害 所以这些股票呢 我想大概还还没有跌完 BioTech最近也是有点 这样的现象 也是不达妙 所以呢就是那些领先的股啊 就是那些BioTech啊 那些股票好像是 最近的走势都不大 好一方面呢 加上最少呢 就是我们这个这个浪 就是从10月16号 这个浪呢 也是应该要快完 那么完了以后呢 市场会调整 调多少呢 那就说就是可能要要留意的 就是在欧洲那边 你说欧洲关我们什么事 那么这个这个问题呢 这主要的就是因为 因为欧洲因为是这个 是现在的economy 是全世界的 那么今天的这个德国呢 跌了三点多呢 当然是原因 大家也也也没有什么特别原因 因为他们现在还在QE嘛 照道理来说是应该不会 就是这么凶 那么不过呢 现在有些rumor就是 因为我一直在block上面写呢 我说就是说是令这个市场这个牛市 就从2009年到现在6年多 就是说是要是是这个牛市出问题的 是会什么样的情况下 因为就加利息 加利息们刚刚我们说 可能暂时还不会动 所以呢就是这方面呢 就也可能就说是还是neutral啊 最少呢就是利息不会再减 就不会再QE 然后呢就是不会那个 那个Federal government也不会就说 再有什么好的计划呢 来救什么 救那个不会的 那么所以呢就是 那另外原因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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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欧元的问题 就是就是GREASE的问题 这个GREASE的问题呢 啊就是有些外面有谣言说 德国准备就是是啊 the worst case 就是说可能要把那个GREASE 提出去了欧元 然后提出去的话呢 对这这种消息呢 是肯定有人会知道的 ok要是你有办法的 肯定有人知道 不过就当然也不会讲出来 所以呢所以当然是 所以他们呢 他们就是在这个 他们已经在反映了这个市场 所以市场要是是等到等到等到那个 要是跌的很凶的话 那德国当然是最近他是去年那个9月 那个10月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到现在是一个一个 好像一个一个90度 90度这样子上升了 那这种这种现象呢也是有点bubble的现象 对 因为是大家是 大家对欧州还是看得好 为什么呢 就是主要是因为大家觉得QE 现在还在QE 还在QE就是 就是所以呢德国不会坏 啊 他们就是economy已经有点soft 现在QE呢可以把他们救回来 其实呢也不也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利息本来已经很低很低 嗯 你在QE的话呢影响不大 就是再讲个quarter percent呢 就是影响影响不大 那要是是Greece那边要是还是有问题 你没有办法解决 到最后是真的贴出去的话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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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 那个消息呢是我想 是一个可以说是 啊一个是surprise的 通常一般的话你要有surprise的话 才会对市场有打击 所以呢就是 当然是不是好的surprise 所以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就是我想 大家要留意着啊 利息方面当时还是不需要很担心 那一方面呢 earning已经快要完 第二呢就是欧洲那边要留意着 就是留意着那个德国的股市啊 跟那个法国英国的股市 德国今天跌最厉害 法国也跌过两个percent 那英国也差不多跌了1.7 1.8percent 所以整体来说都都不太好 好的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上半场是欢迎您的call in 电话6509682000 欢迎您打电话进来 朋友们问到德国的股市今天下跌3.2个percent 那为什么他们的iShare是EWG只有下跌1.63个percent呢 这个我也不好说 OK 这东西有的时候不是跟得很贴 OK 那么 所以最好呢就是说 他那个iShare里面到底是到底怎么样跟的 到底怎么样setup的 就是 就是要留意一下 不过就是那个他的指数 那个dex是跌了3点多 这个是不会错的 好 所以就是迟早我想大概 那个iShare要是你有iShare 那个Germany的话 我劝你要当心 就说最好 要是有钱赚的话 我想最少放掉一半吧 今天在市场里面的强势股啊 其中有一个是consumer discretionary 就是奢侈品类 这个为什么会在这个风气中间 它反而会变成比较强势呢 这个 这个当然是 迟早要是市场真的调整的话 它也没办法 那么 discretionary的话呢 就是从普通一半的话 我来看一下啊 是 xly 这个是discretionary 我看看今天也跌一点啊 也稍微跌了一点 稍微跌了0.52 也跟整个市场差不多 不过呢 他们还算好 今天最高是77块8毛9 现在76块 一共只跌了1块多 不过 要是是真的市场是调整的话呢 which I think 很有可能 因为May马上就是around the corner 欧洲那边出事情 希腊真的是出事情的 把它推出欧元的话 我想应该是欧洲那边会调整 欧洲要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的话呢 美国也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那个 那个escape 所以呢就是 我想你手上真的有discretionary的那些股票 也要考虑 也是要考虑 可能要放一点的 好 今天的黄金还有能源股 都是在比较强势的板块中间 当然黄金的整个的线条看起来还是 还是非常的弱 好像不见打平而上走的现象 今天能源股有一点强 那么how about它的阻力是在60块钱 这个说法还是 is that still true 我想大概 现在就说是 油来说 有可能是已经是48块 是已经到了底 那么现在呢 就是 就是 一个强力的反弹 不过油 你说要涨 要涨到80块呢 我想也不大可能 所以呢 短期来说 也是算涨了蛮多的 我想60块 应该是 要是是真的有resistance的话 应该在60块有resistance 48的60块 也是已经涨了蛮凶的 就是你去加油 你就已经看到 就有 已经涨上去 对 真的呢 就是对 对美国来说 也是有点 负面影响 就是说本来是 他们希望 油价跌下来 加油 那个是那边省的钱 可以 可以 在retail sale上面 结果呢 retail sale出来 也不是什么 也不大妙 所以呢 就是 然后像Win这种casino 也是股票下跌 钱跑到哪里去了 对 今天就说有几个 而你出来 都是反应都不大 一个就是 Wilpool也不大 WHR 这个呢 就是当然是 跟housing有点 有点 OK 好 蔡老师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那听众朋友来问的问题呢 有twitter 今天下跌的很多 GoPro是另外一番景象 Apple也有朋友问到 好 6509682000 听众朋友 欢迎您的call in 马上回来 好消息 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啦 退休规划还缺什么 终身收入保证 退休计划还漏什么 递增收入 免税 退休通膨还愁什么 锁定利率超低 退休策略还少什么 长期护理 免费 最新批准 鱼和熊掌双赢退休计划 让您美梦成真 请勿错过免税收入 免费护理 免通胀的免费说明会 时间本周末5月2号3号下午2点 报名877-253-8288 877-253-8288 朋友 您是否有失眠 多梦 难以入睡 夜里常常醒 或者晚睡觉等问题 影响您的睡眠质量 您是否又知道 熬夜 睡眠质量差 和长期紧张压力 以及不运动或过度运动 是中医认为造成 心脏功能衰减的三大因素 欢迎参加 5月2号礼拜六下午2点 吴雅如中医诊所举办的 睡眠讲座与议诊 报名电话 408-480-2860 408-480-2860 我要搬家了 找兄弟 我们公司要换地方了 找兄弟 我父母要搬到南加州去了 找兄弟 兄弟搬家公司 安全高效准时认真 收费公道免费估价 专业包装一条龙服务 让您省心又放心 兄弟搬家公司 执照齐全 百万保险 四海街弟兄 搬家找兄弟 请致电 江先生 510-648-6546 510-648-6546 为公出 释迦摩尼佛 佛诞 旧金山华藏寺 将于2015年 5月24号 星期日上午9点半 在大雄宝殿旗舰 释迦摩尼佛 佛诞余佛法会 届时将以 上庙香汤御佛 欢迎十方信众 踊跃参与 共沾法义 华藏寺地址 在旧金山 22接3134号 在South Venice 和Mission Street中间 询问电话 415-920-9816 房市泡沫已来到 房价高得受不了 买房人 该哭还是笑 请听金蒜子惠敏博士 两场免费 大型湾区热点地区 房地产投资 及贷款奖座 帮您分析 买物卖物的最佳时机 及提供一系列的天才贷款计划 5月23号 周六上午8点半到12点 即下午1点到4点半 Milpeters环球广场 对面的 Crown Plaza Hotel 请速电510-353-0855 或上网 gingerloan.com查询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 Facebook、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今天上半场邀请到的嘉宾 是蔡明之Benny Troy Hey Benny你好 大家好 好我们从远远近近的 里里外外的都在观察 现在市场的动脉 那么觉得好像利空是多于利多 然后在道琼斯啦 标普500啦 还有纳什达克啦 也都呈现到几天的下跌的情况 那其中算是NASDAB 是比较跌的比较多 比较明显的 那么现在在手持的股票里面 要做一点安全的措施的话 是要丢掉哪一些股票 这个丢掉不见得 它是不好 而是赚了钱的 或者是小赔的这种 或者是还有哪一些是可以不要那么怕 而可以继续保留的 比较明显的问一下 就是说这个策略应该要当机立断 要怎么办 因为五月马上就来了 我是在昨天的blog上面写 我说现在这个时候呢 是要是欧洲调整 我们也也免不了要调整 那所以呢 就是那就是一些那很批很高的 就是那些股票呢 就是最好是把它放掉 那包括什么呢 社交媒体 我就是说社交媒体就像推特这样子啊 那Facebook呢 也是啊也是也是也是 应该也是它 也要放掉 对对对对 这些社交媒体的PE都是太高了一点 那么就是啊 BioTech也是 BioTech这两天已经跌得蛮厉害的 碰碰这样跌下来 不然它们的PE也是也是非常高 那哪些可以留的呢 当然是股息比较高的 就是还可以留啊 就是好像是呃 那个utility啊 好像那个啊 consumer stable啊 那些那些就大致上还比较好一点 啊 今天呢 连那些那个retail有些 最近那个coach啊 什么样子跌得很惨 那么当然那个那个是不是不是是stable consumer stable 那么所以呢就就有点不一样啊 那么啊 那个可能应该是 可能是属于discretionary吧 我长了 虽然是coach 但是也是discretionary 呀 像Michael Kors啦这种啊 长的时候也真的是莫名其妙的疯狂 跌的时候啊 这个也跌得非常非常的快 那现在如果说要有一个四平八稳的 那我听到了这个方法 就是说除了股息高的 还是值得考虑的 那么其他再加上几个sector 好了 那现在就要看一下 如果下跌的话 这一波可能会调整多少 啊 这个就是 就比较难看啊 不过就是 当然是涨涨跌 涨涨跌 涨涨跌 就是最少我想 市场当然会反弹的 我想大概是这波下来 可能就是10月那时候 那个那个啊 去年那个10月16号 那个涨的应该要 应该要全部要还给他 嗯 那这个大概是在多少呢 那要是是是道中生化呢 是啊 那个时候是在 啊 一万六左右 去年10月份 去年10月份一万六左右 对 对对 在一万六左右 所以现在是一万八点两千点了 很厉害 OK 好 那如果是道琼斯 Equivalent to 一万六的话 标普五百 也是看去年10月的低点 那个时候是一千七百 大概一千八 一千七百八十点左右 那看到纳什达克 只有四千一百点啊 有可能 最近那时跌的满 最近跌的满年 那时主要也是 现在有很多股票呢 就是你想象不到 它长这么这么厉害 对 就有些股票 真的长得蛮厉害的 好像 所以跌幅会超过百分之十 大概都有十四百 那这个是蛮厉害的了 对啊 所以Benny 你现在是要呼吁 要raise cash吗 对啊 我是觉得是应该 你应该现在是 raise cash的好时候 OK 好 我们来开始回答 听众朋友的问题 第一个是Altera Altra Altra最近几天也是 从四十四跌到四十块七毛二 请评估 他们就是因为谣言说要收购啊 什么样啊 所以就有点 就有点不一样了 不过呢 就是没有说收购的时候 就就一一线就冲上去了嘛 三十几块 四十几块 那么现在就变成很暴了头 那么不成功 那么又跌下来 所以就是我想 我想你现在 当然我也不知道 就是说会不会有别 别家来跟他合 就是那个 来merge 什么样 大家都不知道 这些都是秘密 不过呢 就是我想在这里的话呢 下来的话呢 大概三十七左右 上去的话呢 就是我想现在看样子 就是说现在再往下走嘛 OK 所以可以等一下 要是你真的想买的话 不过现在的最好 就是说不要不要太太那个 最近有一个有一个消息 就是他们那个是有个 不是讨论了 就是说他们有个讨论出来 就是说是在今年为止 他们那个 他们那个information到 就是到三月底 是现在那个margin的那个 现在在股票市场上市 at record 就是要比2017年 那时候还要高很多 哇这是美国啊 对啊美国 好像700多个billion 还是怎么样 OK那么 这个当然是就说 不是说一定是 这市场是不好 对不对 就是说 不过呢肯定就是怎么样 就是说也是表示 就是说散户 他们买 买兴奋的 因为你因为你觉得市场一定会涨 一定还是会慢慢还涨上去的话 你才会这么大 但有很多margin 对不对 好那我要承认我是很小胆的 我一块钱的margin都没有用 好现在来看看G1 G1呢今天下跌0.11个percent 27块09请尽快回答 G1呢最主要的就是 那个 那个他的CEO 他是买了差不多200多万的股票 在25块多 要是你有机会 自然是要是真的调下来的话呢 你要是你可以比他便宜一点买的话 应该可以考虑 他的股息也算可以 OK下面这个是Western Digital WDC 95块8毛3 WDC怎么涨到 这个这等价位 对不起 我实在忽略他了 对啊 你现在就说这种 HotDisk啊 什么样 这种都是长得有点疯疯的 不好的时候呢 又说他什么 现在很多都不用 不需要用HotDisk啊 什么样 OK 不过呢就是Store 那个那个STX啊 那个CE啊 跟他都长得蛮凶 所以现在呢 我看大概现在在调 那么啊 调下来的话呢 要是又回到那个 啊 去年10月那个时候的 17号的话 大概82块左右 我想应该 应该会有一个好好的反弹 所以如果说给他等级的话 是应该sell或者是hold呢 现在呢就是我想 他最近就说是跌的满胸 打致上来说 应该是还是要sell 要买进的话 因为 应该应该要sell 不过希望他可以少少反弹一下 然后再sell 好 所以现在任何一个高点 都是要 要抛出股票的时机吗 就是high tech 那个dividend比较低的 好 没有特别认的 Bengal America今天逆势上涨 上涨了2.11个percent 15块9毛8 这个股票们 当然是有很多 那个 绿瘦粉呢 他们还是觉得他不错 因为他 他没什么 市场差不多再高 可是他 最高是18块多 他一直都没有什么动 所以就蛮惨的 现在跟他补一点回来 好不了哪里去了 大概16块7毛5左右之多了 OK 最后一个问题是 General Motor GM汽车公司 35块5毛1 One Buffett也有 不过呢 就是现在的看的样子呢 可能在调 就是最坏的 就是大家就说 很多股票 就是看一下 到底在去年10月 那个时候是在什么价钱 它呢 是大概是在30块左右 嗯 所以现在的话呢 最好还是听一听 再看清楚一点 他们的股息也是非常低嘛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Benny 谢谢您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在礼拜六要继续开课了 这个是5月2号的 如果您已经报名的 就请在8点半享用早餐 然后9点钟正式开课 Benny 谢谢您 祝您晚安 拜拜 听众朋友 我是周乐 我们在进一段广告之后呢 就来访问的是 Jannon徐 还有David Jeffrey 同时我在明天一大早 就要去见Warren Buffett了 所以在礼拜四 礼拜五 还有下礼拜一的节目当中 是由水晶来替我做主持 那节目继续精彩进行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谢谢您 同时不要走开 请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访谈 马上回来 纽约邮报报导 3月28号一位交易员 因为一条推特 而在短短28分钟之内 赚到240万美金 一夜暴富听似荒谬 但是却天天都可能发生 在华尔街的股市上 一夜暴富不是梦 专题网上炒股讲座 ChineseFN.com Warren王主讲 4月锦衣厂 报名专线 1800958-8561 1800958-8561 www.ChineseFN.com 股票代号CIIX 好消息 鱼和熊掌可以兼得了 退休规划还缺什么 终身收入保证 退休计划还漏什么 递增收入免税 退休通膨还愁什么 锁定利率超低 退休策略还少什么 长期护理免费 最新批准鱼和熊掌 双赢退休计划 让您美梦成真 请勿错过免税收入 免费护理免通胀的 免费说明会 时间本周末5月2号3号下午2点 报名877-253-8288 877-253-8288 老赵川菜馆推出地道川菜系列 菜市有 牙切牛肉 新疆大盘鸡 干扁肉丝 泡椒牛蛙 香椿木盘藕 木耳冬瓜烧秋葵 过桥牛肉豆花 藤椒鱼片 自制麻辣香肠 道地实惠 让您意犹未尽赞不绝口 老赵川菜馆 本店位于Mountainville Maffee Boulevard 定位电话650-262-9728 跨大营业 新店位于Sumertel地址 2450South El Camino Real 定位电话650-345-6288 昌星珠宝 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 百达斐力 世代相传 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 最新限量版名表 Mikimoto 珍珠 银润光泽 典雅高贵 Hearts on Fire 全世界车工 最完美钻石 光芒夺目 肖邦 宝姬 宝博 宝格丽等顶级品牌 汇聚 为志爱挑选 最称心完美的母亲节礼物 首选昌星珠宝 Sant Jose 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及苗碧达环球广场 查询请致电408-983-2688 Rebecca Lin精英地产团队 正在推出 Cupertino学区房屋 房屋买卖和贷款 一条龙服务 详情请查阅 www.rebeccalinhomes.com 朋友您是否有失眠多梦 难以入睡 夜里常常醒 或者晚睡觉等问题 影响您的睡眠质量 您是否又知道 熬夜 睡眠质量差 和长期紧张压力 以及不运动或过度运动 是中医认为造成 心脏功能衰减的三大因素 欢迎参加 5月2号 礼拜六下午2点 吴雅如中医诊所举办的 睡眠讲座与议诊 报名电话 408-480-2860 听着朋友 欢迎您回到 矽谷华人电台的财经天地 Janet徐 以及David Jeffrey的时间 今天我们的主播室里面 有两位嘉宾 这两位嘉宾是一对夫妻党 他们不但是在生活上 是互相帮忙 并且在生意上 也是互补的 那这位先生呢是David Jeffrey David how are you? I'm fine and you? Very good 那他的太太呢是 Janet徐 Janet你好 Solene你好 很高兴在空中又再度见到你 David Each time when we're doing the TV show We do have a chance to talk before the show starts I'm amazed for what you do for your client Daily and weekly And I was impressed with what you just did for one of your client Tell us about it It actually was very interesting I met with one of my clients and he had met with some financial advisors and stockbrokers And then he met with his CPA The CPA says you really need to talk to an insurance broker Unfortunately he was my client who remembered me Yeah But they had told him he could expect with what assets he had He wanted to retire in about four years And he He wanted to retire in four years In four years That's correct They felt he could get about $7,500 a month And have some money left over to buy a new car occasionally And you know take a few trips So A year A year right Well not a new car of a year I listened to what the other people had told him And I came up with a plan that gave him a guaranteed income of $13,000 a month Wow $13,000 a month Right And he had a million What the other person proposed to him Pretty close yes And he also had a million dollars in cash left over after that Oh So he was pretty happy with the plan What do you mean by $1 million left over That's in the death benefit No this was actually the money he had left over after I finished the plan Oh He had a million dollars cash left over Oh really Okay okay How did you do it Well I asked a lot of questions I want to make sure I understand what's important to them Ask a question is the key to a achievement of a good financial planning That's right And when you know what's important to them and you know what they have and what they want Then you put together a plan and that's what we do we plan How do you say to the consumer in general that most of our viewers are Chinese and a lot of them are just new immigrants and some finish their school here and they are working as a Senior or junior engineer Right But they just are working too hard they spend too much time on their own job and they just don't have enough time Even think about that Right Well this is still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yet Right Maybe they have the new year resolution of doing something this year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ir family and they don't know who to ask for Give me a key question as a consumer if they want to find a good financial advisor What type of the question or what type of the target they should look into Right Well what they really need to do is find somebody who knows what they're doing Actually one really good way is a website called insurance.ca.gov and that's the Department of Insurance website And they can just go in there they put a person's name in last name first and it will show their entire history You know who they've worked for who they're appointed with their licenses and everything else And a lot of people say oh I've been doing this five years or ten years That's not enough Well five or ten years is okay but actually they've been doing it five or ten months Oh yes yes But if it's five to ten years if they are a full-time agent maybe they accumulate a lot of experiences already Right exactly it takes time you have to study to do it and but it's important to know who you're doing with And if somebody cannot answer the questions and somebody can't explain things you shouldn't do business with them You shouldn't You should not do business with them Yes And if they come and they've got somebody who's their boss or their mentor And they can't answer the questions just don't do business with them And remember all policies have options and if you don't have the right options you don't have the right policy Right Right You go to the right website and also put their name by last name first Last name first That's correct Yeah very good So we know the key point to ask Right Yes We have to interview a couple of insurance agents before we buy our large amount of life insurance or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Right Through this person Right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David Okay I'm going to switch here to J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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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跟David谈到的这一部分呢 就让我想到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Janet 现在的医疗的技术实在都是好进步的 注重养生又注重防止自己会生病 并且真的生病了以后呢 还可以再活个20年30年让人的寿命这么长 因此呢大家都很关心医疗保险 人寿保险 甚至担心自己退休以后的钱到底够不够活 对吧 是是是因为人活的比原来长了很多 所以生病的机会也就延续很很长时间 各种花八门的病也都来了 但是医生技术很好 对啊医生也进步啊 对所以就是活得很久 像我妈妈当时中风的时候她五十出头 然后医生说五年你可以回来看你妈 我保证她还好 当然我们taking very good care of mama 32年 32年 从原来的估计五年 结果寿命延长了32年 所以我说延长了30年 哇真的是真的是 母亲是在国内 在国内她没有long-term care 是她需要日常生活都需要人家照顾 对她医疗保险不需要用 因为她不需要就是真正的治病 只是拿药吃药 但是她护理上就是我哥哥姐姐 我们还请家护就是不得了的钱 不得了的钱 我在美国很多钱都是从去照顾她 是是但是今天呢 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情况 还有很多人不敢谈 必谈人寿保险的事情 对对对 因为中国人像我们比较保守 其实我们很讲究忌讳 因为不想谈 因为觉得说 哎呀都是谈不健康啊 就是疾病啊 不谈她就不来 对他们 谈了她就会来 她有这种迷信 他们就有这种迷信 忌讳觉得说不谈可能就不会发生 但是他们是很错误的 没有我们喜欢的白人 就是像我们家先生 他就very clear 就是说你要做准备 因为该来的还是会来 中国人还有很多就是道听途说 那有的朋友买错了保险 或者找错了经纪人 然后他们买的保险 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 然后索赔的时候不高兴了 所以他就觉得说保险根本就没用 所以他们道听途说一个接一个 到最后人家要买了被他一说 也就不敢买了 但其实很多时候是耽误了他人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 其实保险呢 就是你自己要看 自己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跟专家去商量 来个决定 所以我觉得您跟David Jeffrey 这种结合实在是非常的 对我们的华人的消费者很有帮助 就是他又有西方人的这些头脑 然后也熟悉美国的这种制度 但是您又是中国人 也很了解中国人的思想传统 对 这样子才可以放到一块 真正能帮助到人 对对对 好的 Jana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以后来谈谈 现在一般人对于人寿保险的迷思 还有人寿保险的趋势 到底提供了哪一些机会给我们 我们如何好好利用 马上回来 Frank留旧金山看新建高级公寓巴士团 每逢周六上午11点 在Crupertino永和超市前 组团前往参观 机会难得报名从速 请email登记预定座位 Frank留1268 at gmail.com Frank留1268 at gmail.com 好消息 鱼和熊掌可以兼得了 退休规划还缺什么 终身收入保证 退休计划还漏什么 递增收入免税 退休通膨还愁什么 锁定利率超低 退休策略还少什么 长期护理免费 最新批准鱼和熊掌双赢退休计划 让您美梦成真 请勿错过免税收入 免费护理免通胀的免费说明会 时间本周末5月2号3号下午2点 报名877-253-8288 877-253-8288 从90年代至今 享誉美国的保险专家 California Life and Disability Inc.董事长David Jeffrey 和总裁Kennen徐 20多年来 凭着丰富的财务保险经验 以诚信忠实的宗旨 坚持以客户需要为目标 赢得了8000多位客户的信赖 在20年的保险生涯中 从长期护理保险 到目前的生前利益万全保 19次赢得保险业前10名 5次赢得销售冠军 3次打破保险业界销售记录 David and Janet 以实力派跨种族联盟 为客户提供正确可靠的保险计划 来保障客户及家属 应有生活水平 为能更好更有效的为华人社区服务 特地在圣河西开设新的工作室 欢迎免费咨询或加盟保险行业 公司提供完善的专业培训 网址www.californialifeanddisabilityinc.com 电话408-368-5277 510-552-5166 五月是个有爱的月份 朋友把对母亲的爱留在五月 让母亲身上的疼痛也留在五月 凡是有疼痛的母亲 在五月份来新世纪疼痛专科门诊 首次治疗者完全免费 新世纪是疼痛专科 有技术有经验更有疗效 欢迎来老字号疼痛专科门诊 预约电话408-309-3877 408-309-3877 地址在374South Abbott Avenue Mupitas 嗨 James 你搬新家了 听说房子抢得很啊 你是怎么买到的啊 这都是Vila和他的团队帮的忙 Vila先帮我做了pre approval 他们是direct lender可以自己放款 我的offer没有loan contingency Seller很放心 我offer价并不是最高的 但还是拿到了 我们全家高兴得很 这么好的服务啊 他们收了多少钱呢 没有任何费用 我用他的服务已经十几年了 从long prior approval 直到最后close Vila是最好的 我也介绍很多朋友给他 他们也都非常满意 要买到好的房子 你必须找到像Vila这样 专业诚信经验丰富的人才行 快快快 快把Vila的电话给我 Vila的电话是408-307-5056 408-307-5056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务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带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www.goodvillerealty.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展座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再次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 两位他们是夫妻塔 不但是生活上 而且是生意上面的partner 首先让我来介绍David Jeffrey Hey David How are you? I'm fine 你好吗? 我很好 你好吗? 我很好 Good Good Janin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的 Janin 我继续刚才的问题 您刚才说 人寿保险常常被曲解 并且都不知道他真正的意思 通常来讲 人寿保险 就是有death benefit 那么是不是真的能拿到 或者是能拿到多少 还是一个迷思 中国人真的是跟白人不一样 中国人真的是很要避免 谈这个死亡的事情 因此就是天天就是努力的工作 也许到了自己身体不健康了 买也买不到了 因为健康检查不会通过嘛 通常中国人忌讳 所以人寿保险的原因大概有哪些 当然他们忌讳他不想躺 也到听途说 听朋友讲 很多时候朋友他们自以为是 只觉得他们已经懂了 或者说他们已经买错了 那买错了也有很多原因 第一他们找的经纪人不是很有经验 没有听懂 第二那么他们表达清楚 就是没有敞开胸怀 我有个客人 不是我的客人 后来是我的客人 他就说他买的保险 本来是要这样子的 后来就变成那个样子 后来60岁的才知道 这保险就断掉了 那60岁的时候再去 以前付的钱都白搭了 对对对 所以他就说保险公司 就是不好不好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就跟他讲 你真的要坐下来 那这里面就是有经纪人的问题 也有你communication的问题 那我们还是go over 就是正常的process 问他一些问题 那他还是买了 那他就觉得很放心 因为他真的听懂了 所以经纪人很重要 我也我实在是同意 那有一些做part time的 或刚入行的 在他的朋友里面卖一卖 这些朋友都是看在友谊 看在交情上就跟他买了 讲老实话 那我认为都是买的不对的 对一定要请专家 并没有买到位 是的 是的 OK 所以这些事情呢 也有一些迷思就是说 哇我的财产也不够 或者我现在钱也不多 会不会很贵呀 他们有这样子的想法 对对他们通常第一句话 就是说多少钱 就是很贵呀 我现在买不起呀 就是一大堆的问题 什么样的人 就应该要考虑人数保险 其实如果你在经济能力 可以支付不管大大小小 可以支付的时候 就应该越早买越好 年轻的时候就可以买 年轻时候 因为我自己的小孩子 买long-term care 当时18岁就可以买 18 18啊 对现在不行 现在要40岁才可以买 对那以前18岁就可以买 我就帮他买了long-term care 当时很便宜 那life insurance呢 现在我们有0 age 就是一出生就可以买 给baby买 对但是就是说 你as soon as you can afford it A policy就应该买 因为风险无所不在 不是说我们老人才生病 小孩子也会 真的是风险无所不在 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我建议就是 越早花时间去看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对自己越有帮助 不要道听途说他们很多不是专家 是会错误的 然后出了问题 是你自己在承担分析 是 因为我做的这个主持人 大部分都是在访问财经的expert 是 那么我也知道 在最近十年以来 在做受险的啦 这些专家也很多 所以你给我几个问题 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 很innocent的新移民 我要找一个agent 我必须要问他几个问题 看他们经验遮涵多久了 看他一般谈吐都会知道 因为人寿保险的经纪人 应该是比较诚实告诉你 不会拐弯抹角 不会说很夸张的话 如果他说很夸张的话 你就要计算一下 他到底讲的是不是真的 因为我们都很实在地告诉他 你买一个政策 当你出事的时候会是怎么样 什么样情况 trigger这个政策 拿到benefit 就是说应该是很clear 不应该说隐隐约约 就是我也看到很多很夸张的 我说are you sure? are you really? 我有看到夸张的 我也有碰到过隐隐约约的 所以真正的一个很professional 很真诚的人 他是应该不要让我有隐隐约约的感觉 对就是因为跟我 也不要让我觉得说 怎么benefit这么好 有一些too good to be true的感觉 对我一般跟人家不会在电话上 谈benefit 不会想产品 因为我是broker 我是专家 因为我可以卖很多公司的不同产品 我不会用feature benefit 来attractive 这个consumer说 哎呀我有这个产品 你赶快过来跟我谈 但是我觉得只要他open heart 告诉我他的concern 就是担心什么 比如说钱不够 怕退休活得太久 钱不够 或者说我生病了怎么办 我都有solution 所以说这个做broker 跟只能卖某一家产品的 属于这个公司的员工就不一样了 对很大区别 那您就是属于broker 全美国有这么多的公司 那您对这个所有的公司的产品 都可以代理 对因为我有一个好老公 他有几十年的经验 所以他研究了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policy 把最好的policy 拿出来training我们的agent 那我们知道说 这样子类似的客人 应该看哪一种policy 所以we are very expert on that 是 现在你们还很注意到 在南湾先开的这家office 就是定期的都有training agent 是吧 对对对 我们每个每个礼拜五 我们有agent training 我们礼拜六有说明会 我们也招生 OK 所以大家都可以跟坚能 跟David来联络 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一行 有一番作为的话 想要住更大的房子 想要开更好的车子 想要有更flexible 可以自己运用的时间 或者是训练自己的EQ Learn from the best Learn from the best Learn from the best 这个话真的是 一语就种地了 是是是 是非常非常的好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继续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继续探讨 在人寿保险方面的迷失 或者在过去买的人寿保险 不对了 还是有办法可以解救的 怎么个做法 刘坚呢 来告诉我们 马上回来 五月是个有爱的月份 朋友把对母亲的爱 留在五月 让母亲身上的疼痛 也留在五月 凡是有疼痛的母亲 在五月份来新世纪 疼痛专科门诊 首次治疗者完全免费 新世纪是疼痛专科 有技术有经验更有疗效 欢迎来老字号疼痛专科门诊 预约电话408-309-3877 408-309-3877 地址在374 South Abbott Avenue Mupitas 董燕杰Max Rio Cupertino 硅谷从业13年 有以下房子要卖 North San Jose Rockin小学 在Doninetti Court 要价78万8千 Palato Gung High 1800尺Eckler房子 在Loma Verdi街上 要价255万 董燕杰南开中学 清华大学 史坦福大学校友 请致电650-867-1248 650-867-1248 董燕杰直教号码 01377923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现在再度让我来介绍两位嘉宾 David Jeffrey Hi David How are you doing? Very good Very good Janet 我们现在来举个例子 好吧 我觉得做人寿保险 开人寿保险公司 实在是一个最聪明的一个头脑 它能够找精算师算出来 然后它也会把这个理念告诉别人 它也会让人民来受到保护 也可以让国家的负担不至于那么重 并且每一个individual 这些消费者也受到了完完整整的保障 但是在最近几年 人寿保险的这种benefit也变化很多 那我再想听一听您这边有没有例子 就是说一个人买了保险 跟没有买的这个中间的比较 我有很多客户就是都很年轻 就是很惊讶的说 多年轻 都很年轻 二三十岁 那三四十岁都很普遍 因为现在我们下一代都经历过很多 我们上一代留给我们 社会不同 对就是out of choice solution 所以我们现在都比较聪明理智 我有一个客户29岁 他住在Bay Area高科技工程师 有一天是拖一个朋友 是经过我另外一个朋友 也是二十几岁介绍的 打电话找我 就跟我谈就是人寿保险 长期护理保险 那当然as my profession 我会问他一些问题 后来才知道说 我说你那么年轻 很多人都还没有办法想到 你很有智慧 他说因为是我的一个好友 我的闺蜜他的先生 在三十几岁就中风了 所以那我的闺蜜 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工作 因为他没有 对他没有长期护理保险 所以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帮他计划了一个很好的 life insurance with living benefit 然后再一个long turn care 就是很有智慧的二十九岁朋友 如果一个人没病 你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有病 并且最难知道的 就是自己可以活到几岁 然后你看这一辈子都是我们 责任一步一步的都在负 对对对 等到责任都负轻了 那么自己看看 有没有足够的受险 可以保护我们保护家人 其实保险是可以做到 不出事的时候是锦上添花 出事的时候真的可以做到是雪中松烫 现在我们在说的这些 living benefit等等等等 这个都不是传统的人寿保险的 只有death benefit这一样而已 对他拥有所有的 原来传统的保险plus 是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 受险的一个理念 还有一般中国人对于受险的迷思 还有大家对于要买人寿保险的时候 碰到的困难 对 我们是从这三个角度 那我希望 Janet and David from next time why don't we discuss about the different varieties of the insurance policy 然后真正就产品这一 来让我们了解一下 对吧 ok that would be wonderful right yes Janet谢谢你的例子 那我希望这些例子 对大家也有一点启发的作用 因为是很多人都是像头脑政策一样 没发生到我 我就不会这个坏事就不会发生到我的身上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 对 因为车子房子的险 为什么就不能不买呢 我们人不是比房子比车子更重要吗 更值钱吗 为什么就不买呢对吧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你 谢谢 David 自从上一次我们的节目做完以后 很多人都问我说 David是不是真的中文讲得这么好 你的中文真的进步了 对 谢谢你 哇 David 我相信有很多人 一直在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认为一般的人 他对于自己的财产的管理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那是很好的问题 你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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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性的问题 也认为 对于买看法 是哪个人的问题 或是哪个人 能处理的问题 是什么 没有人家的问题 他是任何人家的问题 大部分人家的问题 是哪个人家的问题 是哪个人家的问题 或是哪个人家的问题 或是哪个人家的问题 是哪个人家的问题 他们可能不处理 他们就是零件 那些问题 这些问题 这是这个问题 但是 如果你想出给你 你一个人家的问题 nobody ever plans to fail but they fail to plan that's the basic problem right they just don't have a good plan you know they've got the wrong it's put together wrong it doesn't have the right options and things like this so what they need to do is to make sure they have a good plan in place and very few people have that but that's what we do we plan and we come up with the right answers how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do you think a financial planner should have in order to comfortably advise the people with the right plan well it could be anything from five to ten years and how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do you and Janet have I have 20 and she has 10 wow 30 years and we have always represented the best companies the AIGs, the National Life groups, Genworth, MetLife John Hancock etc and we have a breadth of experience and so we can put together a financial plan that will fit anyone's needs that's why we're planners and then insurance agents if we sell a policy it's not just selling a policy it's selling part of a plan to make their life better because nobody wants to run out of money when they're retired you can't go back to work a little late at that point yeah I understand I totally understand what you meant by that and last time during the interview I remember you mentioned you just newly opened an office in San Jose and you have the regular training to the agent so are you still recruiting and what is your qualification and are you still continuing on with the training yes we did open the office in San Jose the San Francisco office it's a great office but it was only it was a little bit under 2,000 square feet and this is close to 6,000 square feet wow we just needed the room and also our business has grown in Silicon Valley obviously and especially with the Chinese engineers because they don't understand our system the taxes anything else the things you need to understand so we've opened the office there and yes we are recruiting we need good agents and really a person who is a good agent is someone who is knows a little bit about the world they've worked at some jobs and they realize what they're doing is not the career they want to work in they want the opportunity to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that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can help a lot of people while they can still make a very good living and one of the rules we have at California Life and Disability is that I teach every single basic training so they know our process we have a process that's made to make sure they don't make mistakes we have a special mentoring system so we want them to be the day they go on their first appointment to know more than most insurance agents and I think we do I think we do okay that's wonderful and I thank you so much David Jeffrey and Jan and Xu thank you too very much what a lovely couple 听众朋友 非常欢迎您 今天晚上的收听 今天的节目 已经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 我是周乐 祝您晚安 我们明晚七点再见 拜拜 以上言论 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及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